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周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我经常画的很简单加是轮廓感的妆容 我已经用Smashbox妆前乳打了顶,这样的妆容才会比较持久 今天我用的粉底是欧莱雅的Pro Glow 我把两个色号202和205混合在一起,就会调出适合自己的色号 这个粉底真心推,特别滋润好推开,但是遮瑕力又特别棒 我的鼻子周围特别干,用这个就完全没有干皮 两颊的痘痘也遮得很好 我先用这个Tarte Maracoja遮瑕膏涂在黑眼圈,还有鼻子嘴巴发红的地方 这个遮瑕非常非常的润,超级适合黑眼圈 然后用Cat Von D Lock It遮瑕膏涂抹在一些比较顽固的痘印上面,再用手指轻轻的拍匀 我用这个Mac Pink Pot色号Soft Ochre给眼皮打底 给遮掉一些眼皮上面的红血色 然后呢,我就用Remo的这个定妆粉大概把全脸定一下 我发现用了这个之后,后面用修容什么的都会上色更平滑均匀 然后我用半干的美妆蛋,蘸RCMA的散粉 然后轻轻按到我眼下,还有脸上容易出油的地方 我这个方法和Baking不太一样,在于用的散粉量很少 但是持妆效果很惊人,也不会很干 开始画眉毛啦,我先用贝林菲这个Goofproof眉笔画后半截的轮廓 然后我再用贝林菲另一个Processly My Brows眉笔在眉头画出一根一根的效果 别忘了中间要一直用眉刷,梳开才会更自然 画好了,就用ABH这个眉胶让眉毛立起来 好啦,开始眼妆啦 日常妆的话,我通常不会用很多颜色 我比较注重于阴影色的使用 首先呢,我会用Mac的Omega刷在眼皮、眉头下、鼻头周围、嘴唇下和下巴周围 这个颜色有一点偏灰,特别适合营造自然的阴影 然后我再用一个偏棕的颜色Wedge 涂在刚刚涂过的地方,加深轮廓 也涂在下睫毛处,使眼神更立体 因为上睫毛是接的,我就不往下面涂睫毛膏了 下睫毛我用的是日本Déja Vu牌子的一个下睫毛专用睫毛膏 我用Kiss Me的眼线叶笔画一个超级小的上条眼线 主要是把眼型拉长 由于我是内双日常妆,我画眼线只画眼尾 这样刷眼皮才不会消失 我用贝林菲乎拉新出的浅肤色修容粉刷在颧骨下,发际线和下额骨周围 然后用半干的美妆蛋占取Cat Von D修容盘里的Lyric蛋黄色 按压到眼下,下巴上,还有颧骨修容处下面 脸部就会变得非常明亮立体 我用Mac的腮红Harmony玫瑰棕色涂在脸颊上,鼻尖上和眼睛周围 我发现涂一些腮红在眼睛周围能让整个妆容看起来更和谐 终于到了涂高光的环节 我今天用的是Lura Mercier的哑光烘焙高光 这个高光不是那种超闪的 但是给皮肤带来那种从里到外的光泽感 我用Mac的纯线比Spice够乐纯形顺便画的更丰满一点 口红我用的是Dior新出的620是一支具有光泽感的暖棕色 画完啦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第一个视频 请不要犹豫给我留言你们想看的内容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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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